4月24日,电影《大唐玄壮》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发布会,影片导演霍建启,主演黄晓明,蒲巴甲,汤振夜,莲凯,锦荣,车晓,谭凯等一众主创盛大亮相。 作为一部还原玄壮法师西行壮举,弘扬中华民族寻求真知精神的影片,《大唐玄壮》首映现场聚集了众多重量级嘉宾。 而在众多嘉宾当中,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就是电影主人公《玄壮》的扮演者黄晓明的妈妈。 发布会当天,黄妈妈特意来到现场为儿子加油打气,并透露自己才是真正是黄晓明参演《大唐玄壮》的幕后推手。 当时她拒绝了,她回家吃饭的时候跟我说,妈妈,我有两个角色要选择,就面临选择的时候,她说,有一个唐僧,没说选藏,有一个会票房很好的角色。 然后我一听这个,我立马就没让她说,我说,你接那个唐僧啊,多好啊。 她说,妈妈,这个唐僧不是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的,是那个玄奘,我说也好啊,我心里面非常喜欢这个角色,而且我也希望她能演到这个角色。 然后在我心里有几个角色,是我希望她能演到这个,第一个就是玄奘,然后她呢,我直接就跟她说,我说,你有那个外表,平静,慈祥的那一面,你还有那个心里宽容,包容,那个善良的一面,还有不达目的,不罢休的执着精神,我说希望你能演这个角色。 而夏桥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,是黄妈妈的生日,为表孝心,黄晓明现场还特别为母亲朗诵了一段心惊,母慈子笑的场面瞬间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。 观自在不杀 心神 波人不容易多时 什么波人 照见 不明皆空 多一切 古怪 这类子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以复如是 舍一子 是祝福空想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精 不增 不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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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故 空中无色 无少相行识 无影满意射身意 无色 无影满意射身 不浅 无影满意射身 无影满意射身 以无影势 无影势 无智义无德 义无所得故 菩提萨的 义不惹波罗蜜多故 心无关爱 无关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往下 据悉电影大唐玄奘 将于4月29日上映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